有電影系統都該知道 那個好像沒有到經典 那個老闆 這個不要 這個也是常吃啊 一條一塊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adio 我們台灣雖然沒有偉大祖國 跟聖上悠久的歷史長河 但是我們還是有 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兒時回憶吧 那我兒時的話應該是 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朋友 跟我一樣是90後 00後先不要進來 90後 80後 70後 都來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幹嘛 來跟大家一起猜古早味零食 它正確的名字 還有我們會介紹一下它的淵源 大家一定吃過或是一定看過 屬於我們小時候的那些回憶 你剛剛講到70 80 90 那像我就是95後 不用刻一分啦 那我還要說我是94後 我們先猜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大家都 蠻有印象的東西 來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王哥柳哥 你確定嗎 是這個名字嗎 應該是吧 來 打開來剛剛 不是啦 我說這個人應該是王哥柳哥吧 那個時候電視劇很紅欸 台灣的喜劇的橋頭欸 該貼的我都穿起來 對啊 這種通常都是抽獎的對不對 對啊 抽這個嘛 來來來抽一個抽一個抽一個 多少 什麼啦 這什麼意思啊 抽到一個戴帽子 兩個都戴帽子 這是什麼意思 這樣是哪一個 拿哪一個 那我再抽一個 猜抽一個你就知道 好 這有什麼意思 還是這樣是沒中的意思 不可能啊 我記得是都有獎 再抽一個 其實也可以觀眾留言告訴我們說 他吃的其實有沒有什麼意思 對 就是這個死人頭 所以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把它遮住了啦 某一個頭是一塊 某一個頭是兩塊 現在先吃一下啦 好 我現在給你三個選項喔 第一個 七爺八爺軟糖 B 王哥柳哥軟糖 C 你去投胎吧 軟糖 我相信 剛剛觀眾朋友都知道啊 我已經把答案講出來了 像你還沒有講這個的 所以我有點嚇到 你這個小時候的回憶還不錯嘛 這不是小時候的回憶 讀電影系的都該知道它 因為我剛剛說了嘛 他們是算台灣的喜劇的經典啦 就是那個時代他們有拍什麼 王哥柳哥遊台灣啊 那我幫你科普一下好不好 王哥柳哥軟糖 它其實又叫做番薯胎 你說這款糖是不是 對 沒錯 它這個糖果是台灣 糖果歷史上最永久 也是最知名的糖果 對 然後它的研發的廠商跟師傅 目前已經不可考 可是就像你說的 它其實就是用那一款經典的東西 去做它這個糖果的名字 所以你猜對了啦 這個我非常的有印象耶 我國小的時候 我會去買一兩個那種抽獎 但不一定是王哥柳哥啦 然後它外面抽一個一塊 我一個抽兩塊三塊 賺了兩三倍在班上 我家那個時候開電器行 那些電池啊 那個原子筆可以送 安慰獎就送那個 然後後來就被我爸罵 電池那麼貴的東西 你拿去送人家安慰獎 他比糖果粉上 沒支錢 然後反正我那時候賺很多 然後後來有人看到了 他覺得這樣好像可以賺利用錢不錯 然後又有人就學我這樣賣 學我這樣賣之後呢 我就推出很多不同的 那個組合方案 就是我再把它歸著改 我還是裡面賺最多了 後來老師就說 我們是學校 我們不是什麼商場 不是買賣的就禁止我們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從小就這樣賺同學的錢 我是這麼正當生意啊 我又不是賣黑心的 小孩如果在小時候有這種表現的話 不要去扼殺他的創意 因為畢竟學校不會叫你賺錢 但是我們出社會 大家最需要的就是賺錢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麼賺錢 離職單血血 接著來看第二款唄 這是你的第二款零食 還有主公 你確定 豬肉啊 加砂糖 你確定 那不然你問攝影師做什麼 你確定嗎 不知道 你沒有吃過 我吃過可是那是豬肉 一個東西它外面飆扭 然後你吃起來是雞 你可以搞它耶 所以你就猜它叫大豬公 對啊 我是覺得你可以不用這麼聰明 魚漿 有些是用魚去做 像澎湖那些的大豬公 版本就是用魚去做 有些是用豬肉去做 大豬公選我C 你怎麼知道是C 開始唸吧 好啦 A 紅肉乾 B 香肉片 C 大豬公 我怎麼剛好知道是C 你就是最近可能運氣比較好 因為懷孕都用完了 我這頓要B掉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反正跟警局沒什麼關係的 答對了啦 跟大家形容一下大豬公的俗改 你小時候吃的時候是這個味道嗎 對啊 就是這個味道 這個我小時候非常喜歡吃這個 你沒有吃過 好像沒有 幹嘛講就有賣啊 一片一塊 其實它比我小時候吃的還甜耶 可能每家廠商的糖分不一樣 跟你說一譜一下 還為什麼會有大豬公這個零食 早期西部的沿海地區 其實大部分都是傳統的務農人家 吃豬肉很不容易 所以只要逢年過節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把這些遠洋來的東西呢 調色調味做成零食去販售 也因為它的外型類似豬肉片 所以大家才開始叫它大豬公 或是香魚片 喔 所以它其實是魚喔 它其實是遠洋的魚漿冷凍 然後去調色調味 所以它其實不是豬 只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它的外型跟豬肉片很像 然後它包裝還硬一個豬 告它了 我們沒有得罪想像的意思 對對對 我們那邊的鎖馬獎是 它會弄一桶一片一框 好 來吧 好 可以這樣了 這個我覺得你應該就沒什麼 太多了解的啦 這個也是常吃啊 一條一塊啊 你怎麼什麼都一塊 賣學生要賣多少錢呢 後來就很多很多那種 奇奇怪怪的顏色的那個東西 這個很好吃啊 但它是什麼名字 就是我有點忘記 但我們都會這樣吃啊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60後 70後 80後有沒有吃過 一定有吧 那00後呢 00後的兒時 兒時什麼 兒時回憶 或是他們的零食會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00後可能 多少會經歷到一點 像我弟弟是00後 我跟他差五歲左右 他小一的時候我小六 所以可能會有一小部分會從低 這個東西我沒有吃過 真的嗎 完全沒有 我其實連看都沒看過 你看過都沒看過 但你有看過吧 有啊 來 選項A 涼糕條 選項B 粉糕條 選項C 麻將打 七條 A吧 好BGO 欸你真不錯欸 你現在連拆對三題喔 來我跟你科普一下 這一款涼糕條呢 它是上市超過50年 它是由三果工廠 你看它的那個 包裝其實有寫 它其實是台南安平老街的 遊客必買的零食跟伴手禮 喔這是台南的喔 它這個三果工廠的老闆 他堅持要重視它的原物料 所以它整組商品喔 基本上是沒有添加任何防腐劑 它一條一條都用塑膠條的方式 包裝起來呢 它其實是適合用冰過的 先逼掉 好 它其實適合冰過起來之後更好吃啦 來 下一題 這是什麼糖 它跳跳糖嘛 就是這個味道 什麼味道 形容一下 你最好沒試過跳那個糖 靠腰喔 欸搞不好有觀眾沒試過啊 所以我們才需要形容一下 不可能吧 就在嘴巴裡面會跳啊 A 動思糖 B 彈跳糖 下一題 C 跳跳糖 我剛剛應該把它做出來 好啦答對了 欸我真的沒有想到 原來你真的什麼都這麼厲害 那你這樣子我怎麼辦 因為我吃的方面 我應該還行啦 那我可以跟你科普 這個糖怎麼做的 其實呢跳跳糖 它是碎片狀的固體可樂 可樂是將氣體融於液體中嘛 跳跳糖 它是將氣體包在固體中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才會在你的嘴巴裡面 跳跳跳跳跳 你愛喝的那個可樂有沒有 為什麼會有氣嘛 它其實用這個技術把它包裝之後 變成糖果 所以它才會在你的嘴巴裡面跳 可是一點都沒有可樂味啊 可能因為你平常都喝過糖 它還是有一點點可樂 我今天喝有糖了 因為無糖的賣完 覺得是這樣 我們沒有很想知道 不要問 好啦 我發現就是其實小時候 這種都是甜食 然後很便宜 就會一直吃 小時候怎麼吃都不會很胖 現在吃一點沒有運動 就是哇 會胖耶 我給你報告一個事實 我覺得我25歲之後 代謝真的變差 沒有人在乎 喔 都行 我在乎 沒有啦 我覺得應該是運動量少了 因為我們以前在學校 有些小時候 真的很喜歡跑跳 那我們下一個 對啦 你用不著啦 綠色那個 然後它裡面有加蒜味 對 這是什麼 選項A 青豆 B 綠豆 C 蠶豆 C啊 你終於錯一題了 A啦 A 青豆 再給你一次機會要不要改 青豆啦 青豆 要改不改 欸 你很難騙耶 其實大家去那個什麼 全臉還是去什麼佳樂福 都買得到 所以有些7B會賣那種 下酒的小菜 真的買得到 所以你覺得其實不像 古早味的零食了 沒有啦 應該說它 它可能從大清或大餅 就有了吧 可能日志那時候 我們還在綁便池的時候 你吃過嗎 你一定有吃過嗎 這個我就吃過了啦 這很好吃耶 你喜歡是不是 我等一下再給你一包 不要啦 不要啦 來吧 來 口紅糖呢 你確定 口紅糖還是口紅棒 口紅糖啊 A 口紅糖 B 口紅棒 C 我最棒 我覺得應該是C啦 我一直都覺得我是一個很棒的我 我相信你有這樣的感覺 你要沉默多久 我覺得是口紅糖 大堆 我以為口紅棒可以騙到你 沒有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10塊吧 60年代就有的話 可能價錢更低啊 欸沒有耶 如果開始上小學的話是幾歲啊 沒有時候已經00後了耶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應該是 00後的零食 好不重要 不重要 反正我吸了2000年之後 陳水扁當總統那段時間 我買的這條應該是10塊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說 欸 李登輝或是獎金 我那個時期賣的這個多少錢 留言告訴我 好不好 那那個奶嘴糖啊 有有有奶嘴糖 你沒有買吧 沒有 那個好像沒有到經典 這個比那個經典 那個老闆是這樣告訴我 欸這個比較好賣的 應該不是這樣 我沒有這麼好騙 來我覺得下一個你猜不到了啦 這個是連那個筒筒都很難猜到的 你有給他猜過嗎 有 我有先從他那邊測試一下 C 你怎麼又知道C是什麼 不管他是什麼就是C 除非你現在換順序 跟大豬公一樣的 我也知道啊 他的肉桂比較明顯 可是他上面沒有寫肉桂 來吧 A 白肉片 B 誰在詐騙 C 白魚片 我剛剛本來想 A跟B猜 還是要讓你贏一次 B 誰在詐騙對不對 對 還是要讓你贏 來答案是C 白魚片 對啊 可能他跟大豬公有一點點像 我知道他是白魚片 對 我剛剛不是說C了嗎 對啊 你保住了我的工作嗎 謝謝謝謝 他其實比大豬公少見一點點 可是聽說是5060年的人很常吃 然後大豬公好像是我們這個年代比較常吃 所以他是他的改良版 可能啦 我剛剛以為你拿出來為為什麼牛舌餅 牛舌餅沒有那麼扁 來 下一個 什麼什麼餅 我們吃這個蔬菜餅的時候 它是更大一包 然後它是躺在那個塑膠盒裡面 所以你覺得它是蔬菜餅嗎 我不知道啊 來 A 蘇打餅 B 中國粉紅餅 C 菜脯餅 C啊 好 答對了 欸 你很扯耶 其實你基本上都知道耶 你試試看 你沒有吃過 我沒有說 而且我很意外你都會答對你知道 不知道是我沒有童年還是什麼 來 第九題 我幫你包起來了 這個喔 這個每次 我以前小時候在家裡吃的時候 我家的貓都會被吸引過來 然後跟我搶著吃這個B 你為什麼又猜B A 魚肝糖 B 鮪魚糖 C 鱷魚糖 A 欸 你終於答錯了 我搞錯我的工作了 答案是B 鮪魚糖 對啊 我剛剛說B啦 沒有 你剛剛說A 我知道我說A啦 我給你面子 我剛剛不是說B了 喔 謝謝你 為什麼連真的都知道啊 我覺得很扯耶 這個我不知道 買的時候它上面會標啊 好 來吧 這個誰沒吃過 但是你知道它叫橡皮糖 不然它叫什麼 汽水軟糖 或者是可樂軟糖 可樂軟糖的話它是真的就是可樂 然後我喜歡吃橘色 橘色的不要有橘色的味道 紅色的我是吃不出來吃什麼 但我不喜歡吃紅色 你也吃過吧 吃過啊 橡皮糖啊 對啊 但是我其實會猜它是可樂軟糖 嗯 因為它的形狀做的是可樂的樣子 還要猜嗎 還是就真的就是橡皮糖 它就是橡皮糖 我覺得我把全部的東西都曬上來 然後你乾脆就看一看好不好 來吧 這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講吧 來A 巧克力棒 B 可可調 C 海山分局調整 你正講的是A跟B 海山分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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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巧克力棒 B 可可調 應該是B 你真的很扯答對了啦 我不知道該跟你說什麼了 來吧 還有什麼 來 這個你就猜不到 這個大家一定也吃過啊 A 巧克力球 B 哈哈球 C 圓圓球 B 我跟你說啦 我們那邊的超商叫他哈哈球 他就叫哈哈球 欸 我真的覺得很扯那歐趴了 那這樣 你以為會猜A對不對 對啊 你真的很煩欸 好啦 我跟你講啦 就這一代 你看看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啦 這邊還有啦 那這麼一樣啊 那邊有不一樣的 你看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啦 氣死我 你自己看一看啊 還有這個啦 還有這個啦 放棄 對啊 你剛剛吃過的口罩糖不是嗎 我跟你講你看那個信封上寫什麼 第十三題喔 他猜對十三題的各位觀眾 氣死我 這個也是常吃啊 他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你自己講 太棒了 金金水果條 亮亮金金條 金金果凍條 這個烤到我了欸 你終於不知道了是不是 水果條啦 答案是金金果凍條 錯一題 你這十三題當中你就是錯一題 錯了 好 我們總結一下 你答對了十二題 單獎 有什麼獎 我都沒有獎金了 來 恭喜你 獲得一個首拜 很中國用語 好 那我今天答對了十二題 錯了一題 然後今天出現了各種兒時的零食 不管是五零後到零後 甚至一零後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說 哪些你沒看過 哪些你蠻好奇的 或是哪些哇 瞬間看到就是勾起兒時的回憶 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啦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留言 不喜歡去看我主頻道 然後你們跟不喜歡 我們是吧 小天啊 掰